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结果高检署他重新调查 这岂不是抢了监察院的饭碗 你是说高检署官官相护 官官相护的确造成了台湾的司法沦落 不是没有道理的 侯宽人在侦办过程中 时常以压人取贡当开路先锋 先逮人去问话 要太极门弟子指控师父的功夫是假的 土地据实已告功夫是真的也不行 侯宽人恼怒之下肾上腺素立马飙升 开始大吼大骂 暴怒垂桌 还呛下要再逮捕200位太极门弟子 之后各种的手段 一再违反了法律正当程序 从1996年12月19日 太极门案爆发后 侯宽人从鸡押掌门人 到对外公布起诉书为止 发动反科学攻击 竟然大骂骂跟媒体抹黑爆料 说掌门人养小鬼 此话一出社会舆论哗然 哎呦喂呀 这个侯宽人包藏祸心啊 岂不是比鬼还可怕 对呀 有主持人问他如何断定 他表示 我从他的眼神里闪过一丝的阴影 依办案直觉 认为他应该有养小鬼 那么说的话 从一个人的八字眉 就可以断定这个人要倒大眉了吗 在20世纪的科学时代啊 却违反了科学办案 难怪美国天埔大学 肯尼斯雅各布森教授都要说 光以养小鬼起诉 法官就应该认为 检察官精神状况有问题 而拒绝受理这个案件 检察官用眼神办案 这么一个华丽的特效 哎呦这算什么梗啊 简直是浮夸到令人匪夷所思 难道是从公庙脑补来的吗 竟然罗兹这么违反罗辑的罪名 他当时的长官是睡着了 或者是大力赞扬这位明日之星 太有才了呢 侯宽人自私养小鬼的证据 连个影子也没有 于是针对道馆发动大规模的搜索 他带了一堆检掉神贵油 来道馆东山西藏 说要找小鬼 真的找到了吗 当然没有 哪来什么小鬼呀 最后只找到了一把桃木剑 干脆就诬陷为政务 桃木剑是民间常用的风水吉祥物 是用来镇宅避邪化解煞气的东西 用来污蔑掌门人又要再次笑破人的嘴啊 后来这个案件起诉后 桃木剑并没有座位承堂证供 案件结束后 太极门弟子要拿回桃木剑 却已经不知去向了耶 证悟是遗失了还是被私下侵吞了 至今25年过去始终没有任何答案 该不会是拿回家帮自己避邪 当年CAMERA天天跟着检察官起舞 四个月的侦办期间 引来400多篇的媒体报道 多么走路有风 可是这些都是捏造不实的假消息 媒体面前风光办案司法兰坡 尽管得意洋洋 美光灯关了之后 瞬间又跌落神坛 要怎么再演下去呢 所以咯 他的内心恐怕再也无法控制的挫败感 涌现了愚蠢的思绪 竟然大胆僭越职权 擅自发函给道馆所在地的各县市政府 命令解散太极门 甚至要求双北市政府 对太极门要断水断电 像 这个是超家灭门吗 太过分咯 是啊 如此的行径 下面我们再来深入了解 在这一场粗暴的政治整肃案件里面 究竟还有多少的人权迫害行径呢 一个违法滥权的检察官 一张无中生有的假税单 剥夺了我们24年的人生 太极门案 不是税务案子 也不是司法案子 因为根本就是整数案子 政治整数 我从他眼神里面看到一丝 散过一丝的阴影 伊勇犯案的质解就是说 认为他应该有养肖鬼这个事 它并不是准备准备 批准备一个人人 在一个秩序的社会 批准备准备 这种纯粹的评论 会让人们 和应该让人们 担当批准备准备准备 批准备准备 太极门案呢 它呢就是一个 完完全全反映出台湾 那个司法的照耀镜 司法判决三审无罪无税 最初的磕税依据早已不存在 太极门案件好像是一个 税务的各种 不正当程序的极大成者 一个三十郎当岁的检察官 就敢如此目无计法 真是太糟糕了 可不止呢 红掌门人在看守所内 遭到了严重违反人权的对待 案发时 正好是寒冬之际 太极门弟子为师父 准备了全新的棉被 竟然被吊包 换成了散发恶臭的 湿冷旧棉被 以致红掌门人 浑身齐痒难耐抓痒 到全身红肿出血 这种让人不得好活的 偏激和变态 你说这怎么会是 合格检察官的素养呢 可是1996年 台湾不是已经解研了吗 虽然台湾已经解研 可是由于承袭中国数千年的专制极权 依然欠缺欧美国家的民主 法治与人权观念 法律当中很多是对人民各项权益的漠视 与林林总总刑罚的随意裁量 对啊 古时候像司马迁在史记里面所形容的酷吏 执法手段凶狠残暴 甚至连累 无辜 诛杀九卒 近代有些极权国家在审问嫌犯时 持续制造噪音 或者用刺耳的灯光 以耗损人的意志 这些都是违反人权 台湾如果真的要落实真正民主 执法人员就应该拿出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来办案 侯宽人检察官算是法务体系的老司机了 25年来都活在自我建构的虚幻世界 以假乱真 逼人民不得好活 奉劝侯宽人到法医研究所任职以后 应该修正自己 拿出良心 反省过错 勇于认错 让执迷不悟的灵魂获得一些解脱与救赎吧 是啊 被他当年找来做伪证的税务员史悦生 弥化癌症在往生前吐露真心话 说出太极门假案的真相 希望政府能够勿忘勿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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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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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